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它有太庞大的粉丝疏迷基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鲜鱼城 大家好 我是温牛 是的 告诉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东南卫视热播的节目 鲁豫有约一日行又将迎来一位全新的嘉宾 他就是来自香港的全能艺人陈慧玲 对 说到陈慧玲 其实他不管是在音乐方面还有影视方面 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有自己很多的代表作了 而且在这期节目当中 大家还可以来了解一下 陈慧玲最近在忙着做些什么 来吧 赶快来锁定收看了 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 是不是一下子又让你回忆起童年了呢 没错 做客本期鲁鱼有约一日行的嘉宾就是陈慧玲了 除了23年来虽然拿过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也拍过不少电影为观众塑造过许多经典的荧幕形象 但只要涉及到自己的工作 他始终还是会坚持做到最好 我发现你跟人合作都是合作很久很久的 对啊 是吧 但合作太熟的话你就不好意思要求他了 不是啊 要求越来越多了 更多 他对我要求也很大 他觉得不让他走 对他有要 不要听 录完不可以走 要听多遍然后再想再想 没有更好 没有更好 除了事业上认真负责 在生活中陈慧玲也是一个用心秤职的好妈妈 为了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她也是推掉了不少工作 如果现在有电影来找你 你会去拍吗 要很好很好的话我就可以牺牲了 那随便你走一走了 我就哎呀 不要浪费时间了 所以这样状态你会至少再保持几年 他们需要我 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一种享受还是一种牺牲 享受 享受 不要想牺牲 伏气 自伏气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陈慧玲的故事 尽情锁定今晚21点27分 东南卫视为您奉献上的鲁玉有约一日行 乐凡天综合报道 说到全能艺人呢 我觉得现当下在我们演艺圈当中 最全能的一位应当属黄渤了 你看他唱歌跳舞样样能行 而且还能主持 当然别说他的本行演戏了 最近呢他又多了一个头衔 那就是当导演 而且由他首次指导的电影《一出好戏》呢 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咯 是的 而且呢黄渤最近还带着他这部作品呢 进行一个全国的宣传 黄渤可以说是呢 对这部戏操碎了心呀 听说都瘦了20多斤呢 赶快来关心一下 昨天由黄渤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 在苏州举行了录演活动 活动现场黄渤亲自到场为电影宣传 听说此次在影片中 黄渤邀请到了张艺兴 舒淇 王宝强等好友前来助阵 还支持人员超好呀 这次确实是 平时积攒的好人员 平时请的课 这次全用上了 对 全起小本上 当时吃我的饭 不好意思拍戏了 过来来一下 这全都来了 然后一众好朋友 一批好演员 过来帮我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 既然当一来帮忙 一众好友们当然也是用尽全力 在现场黄渤就爆料 张艺兴为了这部戏 甚至克服了对鱼的恐惧 张艺兴害怕鱼 她是 她害怕鸡我知道 我特别奇怪 因为去了以后 前面聊这本也都聊过了 去了以后 我说哥 为什么事没跟你说 我可以不接触鱼吗 我说我们整个戏团 全都是鱼 你怎么办 然后就天天天天 各种跟鱼打交的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 那个视频物料放出来 他如何见到鱼的崩溃 以及我无数次给他 建立起信心来 以及最后一次 把自己给埋到坤里 也就是那场戏 我要鼓励他 我说鱼没事 你发现咬就OK了 是生鱼也是一样的 跟他说完了 我不像我那条鱼肚子里面 有气一样 我突然咬了一口 像我把鱼扔了就跑了 或说这当导演和当演员 很是不一样 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得操心 这部未定操劳了许久的黄渤 就透露自己瘦了二十多斤 瘦了 可能最瘦的时候 瘦了大概二十多斤吧 辛苦当然辛苦 其实也不愿意每个戏 都上个剧场戏 我觉得那个戏都挺辛苦 但是这个因为是去进漫拍的 所以比较不容易 今日与时代同行 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六十周年盛典在上海举行 众多电视剧行业的知名导演 编剧以及演员琪琪现身 去年凭借鸡毛飞上天 拿下白玉滥奖最佳女演员的 樱桃也亮相盛典 一直以来 樱桃就对剧本的挑选十分严格 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让她为观众们带来了许多好作品 但哪怕是作品备受认可 樱桃还是不断挑战自我 这部在刚播完的《爱情的边疆》中 她就挑战饰演了年纪跨度超大的 女主角文艺秋 中老年部分是我自己 特别紧张的一部分 也是会接下这部戏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是没有太多信心的 我觉得好难 因为她是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这样一路演过来 她不是说一点点戏或赏回 然后你找找老人的状态 或者怎么样 这个对于我来讲 我是觉得难度太大了 我想通过这部戏 让自己更去锻炼一下吧 然后还是有很多问题 很多欠缺 但至少呢 我还是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这一点我觉得观众也看到了 的确樱桃在该剧后半段的表演 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点赞 当然 于樱桃而言 挑战从来不会结束 在接下来的新剧 《你迟到的许多年》中 她又再次挑战起了军衣的角色 真的是什么都演过 哪个年代的军人 然后什么职业都演过了 但是这次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女军衣的形象其实很特别 然后我是觉得 她会让大家看到 更加丰满的一个军人形象 由张艺谋指导的大型演出 《对话预言2047》 昨天在北京首演 作为国内知名的导演 张艺谋这些年 无论是在大型舞台演出领域 还是电影创作内容上 都勇于突破自我 创新求变 前两天她最新指导的电影 《影》首度公布了预告片 黑白影像水墨画的质感 和极具东方智慧的故事剧情 让外界对于这部影片 充满了期待 春分那天 家父被人刺杀 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 他寻遍了天下 终于找到了一个八岁的男童 去仰慕和我酷死 把他带回府中秘密训练 这就是今天的影子 就是这股坚持创新 与探索的精神 让张艺谋创作的每一部作品 自然而然会吸引到外界的目光 而听说这次新作品《影》 还邀请到了 邓超孙丽夫妻共同出演 也是无形当中 为戏增加看电 倒不是商业的考虑 就是他们首先是很好的演员 我们这次选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不管是老戏国 还是年轻人 首先是角色 角色他们可以胜任 从角色来考虑吧 这样跟大家聊到一部 正在拍摄当中 根据人际小说改编的 电视剧《全职高手》了 说到这部剧的演员阵容 是足以信大家演出 就包括你们很喜欢的杨阳 还有江苏颖了 是的 说到江苏颖呢 这次饰演的是在小说当中的成果一决 之前呢也是受到很多书粉的关注 而且在接演之初呢 也是一波三折 虽然呢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质疑 当然江苏颖也表示 她会全力以赴 并不害怕观众们对她的批评哦 近日江苏颖 红明浩现实上海出席某活动 随着近期驻扎剧组开始拍摄电视剧《全职高手》 江苏颖就表示 这次出演的角色让自己压力真大 整个剧组其实压力特别大 因为它有太庞大的粉丝 疏迷基础 那对于我来说 在里面扮演的老板娘成果也是很难 因为像之类的角色我之前有扮演过 都很失败 但是我总觉得一次失败两次失败 不能因为失败就不去挑战了 越错越勇的江苏颖 似乎完全不去怕压力和挑战 她希望自己能去饰演更多新角色 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太去重复 很多以往大家觉得还蛮成功的角色 我还是喜欢去挑一些自己的软肋去尝试 然后去挑战一下 而和江苏颖一样喜欢挑战的还有红明浩 凭借韩武技被观众收拾的她 近来也在拍摄新剧 而这次的新角色对她而言也是个全新的挑战 现在正在拍摄的是盗墓笔记二 这个角色对我来讲挑战特别的大 应该要饰演一个小说里面的人物 然后自己做了很多功课 目前没有特别想我一定要挑战哪一类的 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吧 甚至是跟我性格反差很大的角色 近日唐岩现身上海杜沙夫人蜡像馆 为自己的新蜡像揭幕 面对于这个形象逼真的蜡像 当天现场唐岩本人也表示 我觉得其实整个都很像 所以我特别厉害就是 在近期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归去来》中 唐岩颠覆以往甜美形象 试验了一位三观正且正能量满满的女留学生 对于此次所试验的这个角色 唐岩自己也表示非常喜欢 虽然他很年轻 但是他依然非常独立坚强 然后有很大的胸怀 我觉得在判断是与非的问题上面 他能够做出很正确的判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地益制 而且是就是值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音乐人黄家居的歌声激励了几代人 让人们在追梦路上披荆斩棘 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许久 但他的音乐仍带给无数年轻人力量 近日黄家居的蜡像 以他生前最爱的红衣造型亮相北京 活动当天 黄家居的弟弟黄家强 也现身揭幕仪式现场 实现了令人难忘的兄弟同台 唤起了万千乐迷 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无限回忆 8月30号就是黄家居去世25周年的纪念日 而纪念黄家居25周年祝您愉快演唱会 也于近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 这个演唱会也是聚集了黄家居的歌迷 用他最爱的音乐怀念他 我们都是音乐人 所以我的嘉宾朋友 都是一些爱音乐的人 所以如果嘉宾来到的话 他们最重要的特色就是 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把经典的家居作品 配成他自己的功夫的剧化 二番天综合报道 黄晓明呼吁关爱空朝老人 我自己有一个公益项目叫做 让爱回家陪伴空朝老人 别走开下街更精彩 黄晓中欢迎回到好吃奥格力 布业海台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乐乐翻篇 我是小鱼君臣 大家好我是蜗牛 蜗牛我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看到 黄晓明又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影视作品了 还真的是这样呢 我估计黄晓明是在家里面是带孩子 照顾家庭 要做一个全职奶吧 也不错呀 没错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一个成熟的男人就知道 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黄晓明自从当了爸爸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家庭上面了 是的 而且黄晓明也是一个十分有爱的人 他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 用在了公益慈善的事业当中去 他也呼吁大家要多多地关注空朝老人 昨天黄晓明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近一年来黄晓明逐渐放缓了自己的工作步伐 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人 他不仅自己这么做 还带着自己的员工一起 关注家中孤单的父母们 因为空朝老人不是没有孩子 是可能就像我们在座的入围一样 很忙 常常在外地 不能经常回家看爸妈妈 所以我这次无所谓 就必须要让我的员工都带上自己的妈妈 强迫他们一定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时间 或许是人到四十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的黄晓明 更能感受到子女的陪伴 对于父母的重要性 因此黄晓明还发起了 关爱空朝老人的公益项目 呼吁大家能够适时地放下工作 回归家庭 我自己有一个公益项目叫做让爱回家 陪伴空朝老人 因为太多人都在关注孩子 却忘了自己曾经是孩子的时候 是爸爸妈妈把你含辛茹苦地养大 大家应该多去抽点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再忙再辛苦也要打个电话 视频电话或者不去给妈妈吃顿饭 这都是非常重要 昨天电影《一亚索密码》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凭借电影《芳华》里的宁振伟 以及《身临其境》等综艺节目 为人熟知的赵立新终于在这部电影里成了男主角 然而在现场赵立新却透露 自己这个男主角却是被骗进组的 最困难就是被欺骗 因为原来他们说这些要去北极 后来就给我们弄到旁边一直看这部 后来变成为一直去怀柔 而与赵立新有同感的人可不止一个 说起在绿布前拍摄的过程 杰格主创也是有话要说 我很严肃地讲 因为你要面对没有生命的自然 就是绿布 绿布 绿布还是绿布 然后你要在头脑当中 当然这个东辉目的达报 就是开拓了我的想象力 演员拼命地去想 他到现场说的最功的一段 你想你知道这就有没有 后来谁在提北极这段 我都想吐 然后我们天天想象这就什么人 然后就演 对 就比较困难 而在影片中 梁静与李兰迪饰演一对亲姐妹 但有意思的是 大二十几岁的梁静 这回反而饰演的是妹妹 李兰迪却饰演其姐姐 对于这样的角色设定 李兰迪觉得很有新鲜感 我觉得还挺奇妙的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听 就会有这样的设定 我最早看到导演他们做的那些剧景 然后他们做的那些美术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有味道感了 而且我一直都很喜欢科幻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很想去尝试 今年十九岁的李兰迪 前些天刚刚参加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高考 尽管在中西一考获得专业第二名 但提到目前还没有公布的高考成绩 李兰迪内心还是很坦诚啊 我今天一来 大家都在说你高考考得怎么样 可能现在心情还挺忐忑的 就想赶在发成绩之前 好好地玩一下 因为发成绩出来之后 是里面的心情玩的 昨天王一博现身上海出席某代言活动 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 其实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四年时间 已经俨然成为了众多新人的前辈 在当天活动现场 王一博就与大家分享了 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 不能让时间挺多 然后就充分那种时间 然后不要让整个气氛 当然知道 就整个节目或者是自己说的话 都有一些 会有意思就好了 二番天综合 好了 又到玻璃海台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了 就要大家参与互动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奖品了 那么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沈腾 再要恭喜这位微博的好友 就可以获得玻璃海台送出的礼包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在画面里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动用到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化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台所提供的 大礼包一分哦 大家赶紧来索取礼物啦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面见